很多朋友都會問 每年有沒有一些大吉的日子 例如搬屋、結婚等日子 但是一年裡面 有些日子我們盡量不用 包括我們所說的碎破和月破 新丑牛年, 由於地支是丑這個字 就是說全年所有的日子 如果有個味字在的話 都為之碎破 破有破壞的意思 什麼都不能做, 又不是的 通常一些不好的東西 我們還用破壞去做 例如偶爾的大掃除 破屋壞門 就是說把一間屋拆掉, 重新起過 我們都會選破壞用 月破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跟月地支相沖 譬如精月、人月 逢是新人就為之相沖 碎破、月破這類日子 我們盡量不用 另外還有一早日子 都為之大空日, 就是大事物用 就是四絕四離的日子 四離就是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前的一天 而四絕就是立春、立夏 立秋、立冬之前的一天 我們還是不適宜用來做一些大好的事情